政治风气是很差,不单止政治风气, 其实近年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和香港, 那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风气是很差, 要做胜者不择手段要去做, 败者就是你们这些民主派的人都输了, 为何这个大厦管理处的陈鸿发可以欺凌一个交管理费交租的租客, 因为他觉得我们民主派败者为寇,他不用给面, 所以我第一次觉得有奸人当道的感觉就是这样,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风气其实就是骗暴全中国和全香港, 是否你这样栽培小孩去做人,去长大成人,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是叫不择手段都要升, 这个体坛的风气就是这样, 张家朗何思培赢了赞赞赞赞赞赞赞, 输了就说香港运动员无用的,无前景, 为何是这样,运动就是运动有赢有输, 总之他放了100%下去时就讲完, 策略错了就骂球员无执行教练的指示, 或教练教得不好,打433或甚麽阵营不好, 可以批评这些是这麽多,还有什麽可说,你以为运动员不难受过你吗, 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风气太严重, 制造一班一批出来下一代很不想见到的, 就真是敗类,我认识很多名校出来的人, 很有良心、很有成就,或不是很有成就也好, 对自己的成就很开心, 而且觉得自己生活的人生是很有意义, 我认识一班又是名校出来, 卑鄙不择手段要成功, 一样有那麽多, 这班信这帮败者为王败者为寇, 即是这班泛民输了你就收声, 那种人,这个风气太厉害,要停, 如果那些人还深信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即是某程度上在竞争之下, 你可以说人家只能够记得金牌那是谁, 银牌和银牌都不记得, 这可以说来马后炮或之前鼓励那人尽量, 你是有机会争取金牌, 但这我觉得都是压力,多个鼓励, 这根本整个文化都是错的, 这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因为99%的人都会拿了这一个文化, 来做出一些不择手段怎样都要赢, 即是我想我们都是要用良心去决定我们做什麽, 我始终都是希望我们的中央政府可以以退为进, 改改对香港的政策, 否则这些是我们的小小的示威, 不能够出街示威, 变成我们在电视机面前示威, 就关掉它不看它,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在社会的层面都出现了这些问题, 除了最近新闻说港大人权的学者拿不到签证来香港之外, 其实你会听到我听到商业机构律师行或不同的商业机构, 在面试时问来见工的人选择题社会安宁还是自由, 这个问题问的人都需要详练业存在, 你正常来讲答案是什么?两样都要,你傻的,你白痴的, 我要社会安宁和我要自由,这个问题怎会要简一? 你告诉人家你的观点是有社会安宁就无自由,有自由就无社会安宁? 你是谁?所以我说问这个问题的人都要掌嘴, 这真是卑鄙下流行为,这些问题如果公司知道 他们自己的公司在问这些问题,麻烦立即停它, 你家公司的声誉,我其实真的想在大气电波, 我在社交媒体供他的名字出来,不就算数了, 给了一个机会他们自己改过,真是离谱。 答案我告诉你,你问这个问题的公司, 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不要再问年轻人, 年轻人的脑子都知道什么是答案,是两样都要, 这就是答案了,是吧? 有没有人会反对说不是两样都要? 你问这些问题的人,欺凌那些来建工, 因为你给那份工人去做的时候, 这个问题只是欺凌他,希望下次被问这个问题的人, 去建工的人就这样回答他,我两样都要, 你为何要问我这个问题,为何只可以取其一, 所以令你这些是违反人权的问题, 包括好像港大事件,人家进来教书, 又视为敏感人物又不能入,你想香港变成什么? 我当听不到,如果真是社会有这些公司去见这些人时, 知道你说有上街,有上街,接着不请你那些, 即是你完全不明白什麽叫以退运进同网开一面, 你上街就表示你是对于公司是无贡献? 要不要将整个中环的银行界,律师界那些人出来举手, 谁有去过和理午餐?差不多半个,不是半个, 七成的银行界,七成的律师界炒了, 因为他们都是小社会,反映我们现在的状况, 都是七成的,法律界泛民未被人赶走的时候, 是属于泛民的,你觉得那些银行界请那麽多人, 你觉得它是七成是建制,三成是泛民, 不要发梦,不出声,潜水艇而已, 所以你说再有这些谣言出来, 知道你上街参加过反送中示威时不请你, 年轻人拜计你不要相信,如果你真的有这麽公司, 你帮你这间公司做了把屁, 其实不关公司事,可能是建工人事部那人的问题, 你不要相信,我觉得人事部那人都有七成的机会支持泛民, 不要相信这些垃圾,讲到好像很灰,很负能量的, 你拿正些的能量出来,你觉得根本那都是反映小社会, 你那天碰到那个人,他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 好像我朋友说,他碰到一个问题, 那间律师楼问这个问题,你要社会安宁还是要自由, 我觉得问那个人都是一个很少数愚蠢的人, 他不代表大多数,我相信大部份的人在他, 就算他这间公司裡面听到这个问题, 问这个来建工的人都很愤怒, 因为答案是两样都要,我不知道, 我现在在林郑的管治之下好像不是, 好像没有这个以退为进和网开一面的态度, 我相信大部份公务员都应该是反映小社会都是七成, 都会赞成网开一面和以退为进, 我个人相信会是这样, 但是他上司我不知道,他们何时会想通, 因为上司暂时的态度都是最紧要, 就要巴结个傲,他不想落个造, 你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又讲这个例子,我无拜神, 但你真的觉得车工真是好, 这条38中签真是厉害, 这就是最重点现在香港社会的问题, 亦反映到为何这个陈鸿發可以 身为一个管理处的职员可以打压租客, 因为他的头是挖到澳, 就无挖到租里,